神秘的朝鲜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为何成为三代世袭制的金氏家族的朝鲜了呢 那么这三代领导人都做了些什么 为何朝鲜老百姓不但不反对 反而拥戴他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朝鲜三代领导人的往事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历 谢谢 朝鲜给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什么 神秘并且充满了硬气 虽然国家小 但是朝鲜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却是非常高 而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更是神一般的存在 那么这三代金氏家族为朝鲜做了哪些事呢 又如何走上世袭制这个道路的呢 我们首先说一下的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 金日成是朝鲜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 并且亲手创立了主体思想 深受朝鲜老百姓爱戴吧 其实整个的主体思想概括起来 无非就是金日成的几句话的延伸和总结 那么金日成希望朝鲜能够完全独立自主 而且不依靠任何的国家 通俗来说就是啥呢 政权独立 军事自主 粮食自主 这也是主体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个主体两个字的重要 缓义 而主体思想的建立这一套理论呢 让朝鲜老百姓欢迎鼓舞 毕竟在朝鲜之前普通老百姓他是压迫太久了 在之前嘛 朝鲜可以说是日本的殖民地 受到日本的各种不平能 待遇 非人待遇 就近些年来又饱受战乱之苦 而主体思想的提出 让朝鲜老百姓觉得 独立自主 那能够活出尊严呢 同时 金日成在建国初期 与中国 苏联关系十分要好 并且在1954年以后 在苏联和中国的大力支持下 开启了发展国内经济的腾飞道路 当时的朝鲜经济也是迅速恢复 并且依靠着金户会强大的后盾 进出口贸易做得风声碎起 其实因为当时的朝鲜 对比金户会那几个国家来讲 是非常非常弱小的 小弟弟一样的存在 而当时的金户会成员主要是啥呢 包含前苏联为主的一些东欧国家 你比如说东德 杰克斯拉巴克 匈牙利等等这些重工业的国家 而朝鲜依靠这些国家 在苏联老大哥的大力帮助下 虽然是一直被美国打压 但是这些大哥的帮助情况下 朝鲜的工业体系也迅速建立 生产产品在别的国家换来所需的物资 比如说煤炭石油 使得朝鲜的人民经济 腾飞式的发展 我们看一组数据 1960年朝鲜的人均GDP是253美元 而韩国的人均GDP 是82美元 朝鲜人均GDP是韩国的三倍之多 时间到了1970年 朝鲜的人均GDP是70美元 而韩国人均GDP在410美元 韩国的经济发展 已经赶上了朝鲜 双方差距不多 也就是说70年代之前 这个朝鲜老百姓生活那是非常富有的 而朝鲜老百姓的眼里 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他们领导人 今日逞的功劳 不但老百姓得到了自由平等的发展 而且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过上日子能够吃饱餐暖 并且推行了三变政策 什么是三变政策呢 包括是免费住房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而这些政策落实到老百姓头上 是不是天大的好事 并且当时这个朝鲜 让韩国人羡慕掉命 非常非常好 好多人是逃离了韩国 去往朝鲜的 老百姓这个眼里 这些思维里 他们是不知道什么金货会的 也不知道什么苏联 他们就知道 他们过上好日子 就是金日成这个功劳 而金日成是他们的救世主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更是他们心目中的太阳 而金日成统帅朝鲜的 接近多少年 50多年之久 到了晚年时候 其实就想把权力交给自己家人 想走这个世纪制了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 给别人总是不甘心的 于是第二代统治者金正日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从此世纪制也是开启的帷幕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章 第二章就是金正日的时代 在第一章 我们大概是介绍了一下 金日成的功绩 金日成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考虑过他弟弟金英柱接班 其实怎么说 金日成也是人 人都有私心都有欲望的 弟弟再见 他也不是儿子 对不对 而此时的金日成 这个弟弟金英柱 其实已经掌握了朝鲜 大多数权利 但是永奈金日成心已决 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 渐渐的把金英柱就边缘化了 所以说金日成在安排金正日为接班人 这件事情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 畅通无阻 在1994年的时候 金日成去世 金正日正式成为朝鲜的第二代领导人 金正日掌权以后 金正日又采取了什么政策呢 首先是采取措施 就是保证权利的正统性和稳定性 因此金日成与金正日一体化这个工作及其各种思想工作是在全国全朝鲜展开 主要进行以下的一系列思想工作 首先必须读金正日马克思主义类似这个书籍吧 并且到了1996年 朝鲜又揭示了什么红旗思想啦 红旗哲学啦 苦难行军等等一系列的著作啊 以及指导思想 通过学习这些著作 在朝鲜老百姓眼里已经树立起金正日独立自主的光汇形象 构建成了他们国内政治体系的基础以及统治的基础 为啥说金正日要朝鲜老百姓进行不断的学习呢 因为在当时的朝鲜经济一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和难题 因为世界大环境出现了巨大变革呀 在1981年到1990年初期 整个冷战出现土工瓦解 东欧巨变 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席 而那时的中国经济也是啊陷入了困境 从而削减了对朝鲜的帮助 可以说顷刻之间 朝鲜所有的外源几乎都断了啊 一直以依靠这个金呼会这个朝鲜 外来这个共学系统出现大问题 最终导致了朝鲜经济全面崩盘 所以说此时的朝鲜面临是没有能力购买粮食啊 燃料啊 石油啊 煤炭啊 等等这些东西了 而在1994年到1996年期间呢 粮食产量就锐减了六成 这也让工业体系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后期又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 又加剧了粮食的减产 于是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 再加上落后的医疗体系 药物严重缺乏 又引起了医疗体系的崩盘 这一系列的灾难 几乎让整个朝鲜陷入了灾难 在这期间呢 有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而朝鲜当时的总人口 仅仅不超过2000万人 面对这些困难和天灾 而朝鲜却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动乱或变故 统治更是没有任何动摇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说直白点就是 经历了这么多并没有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政治框架影响的 这和金正日所宣传的是不无关系 虽然说朝鲜失去了以苏联为代表的金融会的大力支持 但是也不是失去了全部的援助 比如说我们中国作为朝鲜的一个唯一盟友 可以说全天候的支持朝鲜 虽然说中国也因为自身的原因经济陷入困境 大幅度缩减对朝鲜的援助 但是美国几年就恢复了大量的援助朝鲜 提供包括有粮食 机器 日用品等等在内的所有物资 并且朝鲜死敌美国也伸出援手 没错 美国也伸出援手 而因为当时的朝鲜是大力发展核武器 让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非常害怕 俗话说的好 光脚不怕穿鞋的 一旦朝鲜真惹毛了 真穷疯了的情况下 采取什么极端手段 这点是让美国非常非常害怕的 而此时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 为了软化朝鲜 避免朝鲜在困境当中走极端发展路线 极端冒险的军事路线的可能性 同时也希望促进朝鲜半岛放弃核武器 于是让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援助 然而朝鲜因此并没有放弃核武器 反而有了喘息的机会 朝鲜进而加大力度研发核武器 并且继续和美国保持敌对 不得不说 朝鲜这招真是太高了 至此金氏家族的第二代领导人 金正日并成功的度过了负面性的灾难和危机 成功完成了由金正日 向金正恩世袭时代的开启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三章 第三章就是金正恩的统治 由于金正日去世之前 已经是金正恩铺平了很多的道路 朝鲜人民心目当中 金家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 而当时的金正日去世以后 让当时涉事未深的20多岁的金正恩 担起重任 当全世界都想看看这个80号领导人笑话的时候 金正恩的铁腕及其发展经济 两条路却是走上了正轨 这一举动让全世界人为之一阵 第三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同时也受到老百姓的深深的爱戴 这里有一个体现 我们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关于朝鲜的一些一个一些视频的时候都有一个细节 大家都注意一下 就是金正恩讲话的时候 台下那是哭声一片 而这种哭声不是伤心的那种哭泣 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的流露 是对80后朝鲜领导人的一种敬仰之情 是他带领了朝鲜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的一种感激之情 那么金正恩统治的基本思想是啥呢 在金正恩的思维里 解决朝鲜的首要问题就是不受外底的侵扰才能发展经济 于是就大力发展军事力量 部队建设还有就是我们熟知的核武器洲际导弹这些事情 让全世界人知道朝鲜不好惹 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他也大力的发展经济 根据美国一个物理学教授 曾经在2018年初期发表的一个文章 叫做朝鲜核计划的全面历史调研报告 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 说朝鲜2018年外交攻势减弱了其他经济面临的战略性挑战 尽管制裁 但是朝鲜没有显著的变化 朝鲜的经济形成了稳踪求胜的改善 在重大建设项目当中 能源领域方面 投资项目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进展 特别是朝鲜正在开闪的能源领域的长期投资项目 比如说新建的发电站 有望改善居民住宅及商业供电的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就是美国的一段评价 从这里也能体现出来 朝鲜果然经济方面得到了一个认可和一个质的飞跃 其实在大多数眼里朝鲜经济算不上发达 甚至说很多人眼里的朝鲜是穷困 但是朝鲜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是出名的高 在朝鲜能做到住房完全国家统一 不需要你花一分钱 而且还给你装修好了 甚至说没有公贪面 你至于啥首付煤气费物业费的 那通通的都不用提了 那小意思是不是 可以说极大减轻了朝鲜人民这个生活压力 不仅房子不要钱 而且孩子教育也不用花钱 从孩子出生幼儿园 再到你大学毕业 各种花销费用补习班啥的操心那事 那国家通通给你包了 所以说教育完全实现了人人平等 全面实行了免费医疗 去医院看病住院吃药啥的 虽然说医疗条件不是那么发达 但是从来没有小病大致的一个现象发生 从此也解决了老百姓困扰多久的后顾之忧 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能够高吗 虽然说纵观朝鲜的三代国家领导人 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实习制 但是朝鲜人民都过得津津有味 而朝鲜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做到了热爱 他们的百姓处处为百姓做事 真正为普通老百姓着想 更是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那么这样的朝鲜谁还会在乎 是不是世袭制呢 您说呢 视频完整理于网络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分享到解冲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